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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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阿凯 歡迎收看《家居廚神》 如果大家有看上兩星期的集 你就會發覺 我們參賽者真的很厲害 無論是中菜 西餐 甜品都做得誇張 而當中有一位六歲的小朋友 在她媽媽陪同之下 她的主菜技術都很厲害 我想起我六歲的時候 好像真的什麼都不懂 不是 其實我都懂些東西 我懂得吃和薄嘴 我媽媽是這樣說的 今天也有另一位小朋友 要來參賽 她就是八歲的Gina 看看她教我們做的主菜飯糰 Hello 大家好 我的老婆的名字是Gina 讀三年級 今天我會教大家 怎樣做 我最喜歡吃的紫菜飯糰 有沒有要有 米 一杯米 大概可以做到三個紫菜飯糰 有 醋 不是普通用的米醋 是甜甜的米醋 沒有 通奶魚和紫菜 洗三次水就可以了 洗三次水就可以了 水 如果你們的家 像我們的家一樣 還有東西 你可以留這些水給肥料 水呢 大概一格手指 放兩茶匙油 我們要把火鍋放進去 我們把火鍋放進去 把火鍋放進去 把火鍋放進去 我烤了 可以了 可以了 好 配這個飯 熱 我們就要加草 一杯米 加兩斤草 好,现在我是爹地妈咪做,小心啊 搞定了,拿出来,接着就放个盖 留一个辣,不想面头的饭变硬 记得洗手啊 好了,开始先,你就放点饭 不要太多,是因为会太多饭 接着你就放点粉 如果你喜欢,你可以放什么用 接着就又放点粉 接着你就用这个东西,压面 接着你就放在这个中间的纸材上 放在这个中间的纸材上 接着你就用这个东西,压面 就可以了 搞定,吃得了 如果你不是立刻吃呢 你可以买这个包装的纸材 有没有做到到底 There's a bunch的这个 snacks 止了 你的激 peppers 味噌 SYD 它就 maximal样 為什麼 滴变 别在感情 第一 除了吞拿鱼,你也可以放 苏米粒,猪肉松,还有蟹柳 因为疫情,我哪里都不可以去 所以我不想在家里什么都没做 所以我就学点净一点 我很喜欢吃这些樊田是因为有主菜 而且很好吃 如果我做得到,你们肯定可以 拜拜 现在的小朋友真的很厉害 洗米煮饭没问题 如果你现在连水都还没熬 你真的要检查一下 我立即介绍下一位的参赛者 他叫Alex 他煮的东西我很喜欢吃 但平时生日才能吃 为什么?很矜贵 龙虾汤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 做一个香草鱼子龙虾汤 首先这里有龙虾一只 大约有一磅重 意大利芫茜和百里香 清水四杯 白酒一杯 黑椒粒一茶匙 日本煎鱼酥两茶匙 首先我们将洗净和处理好的龙虾切件 如果在龙虾里面有龙虾膏的话 我们可以先拿起龙虾膏放在一边 然后备用 我们首先在锅里面煮滚了四杯水 然后将龙虾放在滚水里面 煮5分钟 5分钟过了之后 我们现在就可以把龙虾搅起来 我们将刚刚煮好的龙虾 我们将龙虾肉和龙虾殼分开了 我们将龙虾殼放入刚刚的滚水里面 然后加入白酒 黑胡椒粒 黑胡椒粒 还有香草 包括意大利芫茜 还有百里香 最后将这些坚鱼酥放入 我们就用大火煮滚之后 我们就转中火煮20分钟 过了大约20分钟之后 我们就将渣架隔开 鱼和所有的配料都不要了 我们只需要一些汤 我们现在就准备来做汤里面的材料 这里就有两条切碎了的西芹 一个洋葱 这里有切碎了的番茄 有一茶匙的茄膏 有两汤匙的面粉 有一条切碎了的红萝卜 这里也有少少的意大利芫茜 我们待会煮一下的时候 也需要用到牛油 我们先下牛油 火就不要太慢 先下洋葱 然后将其他材料都一次过全部放进去 这个时候加少少黑胡椒 加少少盐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将面粉放进去 然后也将汤底倒入 番茄 这个时候加少盐 还有茄膏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将火开大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将火开大 煮滚了之后 我们可以将火收小 然后用慢火再煮多大约10分钟 慢火煮了10分钟之后 我们就可以关火了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将奶油加盐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将奶油加盐 加盐 还有之前备用的浓虾膏也可以放进去 关火之后 等三分钟之后 我们就可以用一个混合 把汤底倒入 就可以将这个一起混合 这湯煮好后 我们把它打开小小火 将来热热 那会让它煎香的浓虾肉 用一下牛油 然后将浓虾肉放进去煎一煎 煎了大約兩分鐘後就可以關鍋了 現在就可以上碟了 然後加入少許魚子 再加點香草魚子龍蝦湯 剛才看了兩位參賽者的示範 是時候要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就會有評判之一 Chef Kim Tai 他是大廚師 亦是我的老友記 他亦會示範一下新的菜式 不過我知道他很厲害 他連家裡的香蕉葉都拿過來 幸好我也不認識 我在他身上學了他的招數 是什麼招數?回來你就知道 剛才看了參賽者煮的菜式 也是相當厲害 接下來我介紹到他的朋友 同樣是這麼厲害的 就是我一位的舊朋友 他就是叫做蜜仔 歡迎我們有Chef Kim Tai Hello各位觀眾 什麼叫蜜仔 什麼叫蜜仔 你有沒有解釋一下 你剛才叫我做什麼 蜜仔 就是為什麼 你說 應該是美女 我相信 你有沒有覺得我漂亮了 漂亮了很多 因為我戴口罩 看不清楚 是 還說是 我知道在疫情期間 你好像在家裡很忙 你的花園有很多工作 對 做什麼 種花 種椒 種椒 突然跟我說是種椒 我的心都來一來 不是那些椒 是香椒 原來是種香椒 說清楚一點 香椒 香椒 嚇死我 你說你種椒 很敏感 這就是 那你家裡就是整個果園 差不多 太多了 太多了 所以我看到你今天 把香椒葉都帶來現場 有什麼菜式要介紹給我們 今天我想教觀眾做 Asian Spice Dry Rub Ribs 就是一個香辣的焗排骨 對 我應該看到你有很多不同的香料 好, 逐一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還有這是怎樣的做法 首先我們放三湯匙 三湯匙 兩湯匙 兩湯匙 茶匙的孜然 要拿一些… 這些很多時候都會用來醃羊 對, 對 兩湯匙 只要放一湯匙 製作中包 三湯匙 三湯匙 是肉桂 三匙匙 一湯匙 黃豆 一湯匙 一湯匙 七湯匙 好的 兩湯匙 鴩粉 鴨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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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茶匙葡萄粉 蒜蓉粉 最后这个 一茶匙葡萄粉 加些鸡粉 这个是用来提鲜的 令它更好吃 惹味 对了 我们把它放好 搅拌均匀 好 搅拌均匀 拿一个排骨 这个我洗净了 还有干了 排骨我经常看到 别人上面有块膜 有些人就说要拿走它 其实你建议吗 其实看你做什么 还有看你本身喜欢什么 如果你喜欢帥哥 就不需要 我们喜欢的 整天教我说越南话 帥哥帥哥帥哥 我知道 他想我赚他 对啊 好像你这样 就不要拿出来 因为你煮熟的时候 尤其是太熟 你一拿水上去就会散开 就是它就会碎掉了 对了 所以那块膜可能保持住的时候 它就会比较好一点 对了 就像圆子这样出来 还有放碟更好一点 你切一块一块出来更好一点 哦 那这个就是秘诀 那现在 那就可以了 OK 差不多了 好 有什么帮你做 拿着 拿着 OK 突然给我一块花椒叶 稍后令我以为我是铁线公主 不过我不知道我的牛 不是 是猪魔王 在哪里呢 哎呀 真的好啊 可以随便遮住 拿来啊 玩玩玩玩玩 原来要拿来包东西的 原来 经常玩 经常玩 不玩哪有得开心呢 对吗 是 这个芭蕉叶呢 为什么你要用这个 是否会特别香一点 是香一点的 OK 还有呢 我一定要放一块叶 一块那个butcher paper 哦 因为为什么呢 你不放它呢 那些肉会黏入这个锡纸 哦 黏住 对你身体黏入它不好 哦 OK 没有益的 所以就这样沾一沾 那这个锡纸 我常常都想问呢 其实之前都有教过 哪边应该向上 哪边向下呢 你想它热呢 是 那温度热呢 就 另一方面呢 就是吸热的 是 不热的方便 方便 方便 所以记住了 所以想热一点的话 就是热的那边 好了 首先包住它 现在我看到你这边呢 是 热的 磨砂这边向外面 是的 因为我想热在里面 不然就怕它很容易 会过烤或焦了 是不是 如果热的那边 那就行了 好了 接着现在拿去烤的 对吗 是的 那要烤多少度 275度 两个半钟 为什么要这么久呢 热烤越来的时间 热的温度 热的温度 那块肉会腍得多 即是像慢煮的 是的 其实它会特别腍一点 是的 那我们是不是要做配菜 好吗 是 今天我做热的焖烹肉 板煮饼 做沙律 但我看到你真的要炒菜 是的 为什么呢 这个菜是适乐的 很软的 说一下有什么材料 我有热烹肉 有点小红葱头 好,Apple cider,Green onion,Granning mustard,白芝麻 好,有些芫荽 等白,靚仔 靚仔,最重要是有些薯仔 是 好,說說做法是怎樣 好,我們開始了 對,你的拋毛巾動作 經典動作,很經典的 橄欖油,加一點 放這個bacon進去,紅蔥頭 是 又爆一爆 很香,夠了 也是,即是隔著都能聞到 在這個時候就加了 加上Apple cider 加一點胡椒粉 是 少許鹽 我這個薯仔是主定的 如果大家喜歡吃熱一點 你可以直接放進去 炒一下 炒一下 好,現在輕輕地弄熱一點 放入碗 好,我們加一點芝麻 是,芥辣 芥辣 芥辣 加上紅蔥 看來現在的薯仔 應該差不多了 好 那我們預備盤子,好嗎 好 焗完了 是嗎 是嗎 很香,是否可以吃了 很香,我教你 很香 很香,是… 桃花 這麼厲害 對 很熱的,你也不怕熱的 習慣了 習慣了 習慣了,師傅也是這樣 全部都是大師傅 好了 現在還未吃得住 你還有一個步驟 我還有一個步驟 就是抹一點點海鮮醬 塗一點點下去 為何要塗這樣下去呢 最後 讓它香味一點 是 濃一點 好像亮亮一點 亮亮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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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一點 最重要 鵝仔一點 對,鵝仔一點 鵝仔一點 好均勻 好 這樣就放進去焗爐 又要再放進去焗爐 又要再放進去焗爐 對,450度 不用蓋上去嗎 不用 整個打開這樣嗎 整個打開 450度 大概五分鐘 好 那就等那五分鐘就可以吃了 對 什麼事 今天學會 做廚師最重要 不是懂得拋鑊 不過是要懂得拋毛巾 誰拿了我抹地肺布 這塊抹地肺布 沒事 這塊肉很漂亮 已經出爐了 沒事 那怎樣 現在要放進去 對 現在我們首先放薯仔沙拉 上去 我知道這個薯仔 也有一點背景 我們說一下過 有些人現在為何喜歡吃熱的 對嗎 對,就是因為我們中國人 大多數不喜歡吃生冷的食物 所以我特意拋製了這個 暖暖的薯仔沙拉 對 對 對 其實是熟的 是German potato salad 嗯 我經常看你們擺碟 好像很隨便 但是擺完出來 真的很漂亮 真的 而且說真的 剛才其實也只是 鑊 對 焗的時間久一點 但是 出到來的效果這麼棒 很浪費 這裡可以兩個人吃 兩個人吃 我想我自己一個人吃完 我看差不多了 你覺得我一個人差不多夠了 又說是兩人份量 又問我一個人夠不夠吃 甚麼意思 明知故問 應該夠吧 應該可以的 最近我減肥 否則就不夠了 這個就是給阿海的份量 平時的人可能沒有那麼多 對 是吧 OK 最後 做英俊少少 加少少 白芝麻 對 有少少那個 有一個 又有營養 中國風味 又有中國風味 是否完成了 這樣就 是 好 就是一個香辣焗排骨 已經完成了 謝謝帥哥 Chef Kim Thai 你說了這麼多次自己是帥哥 我當然記得你是帥哥 好了 轉個話題 我們是時候要看看 逆境廚神明星版 今次請來就有香港TVB的黃美琪 我小小就看她 不是 其實是她小小 我就看她 因為她是同星 她今天教大家做甚麼 就是我們很多朋友 去日本很喜歡吃的黃金小丸子 今天我們做小丸子 火三合連地 應該是 咫咛一樣 好 我知道妳每次都有些抗疫成分 這次是甚麼 這次我們會加薑黃粉 咫 相信最近大家對點 的形式都變多了 因爲有非常之好的抗疫 Maps 留多一邊說 似乎...似乎...似乎没死 一向都没死啊!一向都没有死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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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啦! 先等三个! 三个! 接着我们要将一些... 姜黄粉 加进去 多少? 除粮 他不像除粮吗? 这个真的很考个人的感觉 你明白吗? 我给他一只匙巾 他本来有个厚厚 那我给你一个匙巾 你们就知道... 反正都是除粮啊! 我用匙巾 那这样寻一下除粮有什么分别呢? OK! K.O! 先看看 其实它又不是很... 其实它不是辣,不算很辣 哦!因为外面的姜黄食品 是加上姜的 是啊!是啊! 我刚刚也在想这个东西 所以会辣一点 我也在想加不加 那这个我加了不太多 给大家看一下 是加了这么多 那你先加干的食材 那其实呢... 那是什么食材? 干 好! 好! 那我们这次呢 是会加少许黑胡椒 是 那有个少许的秘密加 对啊! 对啊! 那其实呢 黑胡椒和姜黄是朋友的 大家要记住 因为姜黄素 在黑胡椒的复杂之下 是可以提升20倍的 啊! 提升20倍? 真的吗? 就是... 你不是一杯东西吗? 叫做黄金牛奶 就是姜黄再加牛奶 是 所以我自己的刀 我都会加黑胡椒 好! 接着呢 就可以将一些濕的食材 然后呢 比如有水啦 牛奶和鸡蛋都加进去 最主要呢 就是搞到它没粒粒 那我们现在调味啦 好! 因为呢 我呢 就没有煎鱼粉 那我用煎鱼汁在内部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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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呢 就开大火 大火 现在我们先要把鱼鱼肉 咬菜 好! 然后做小鱼肉 可以炒 Islamic 走吧 可以了 可以了 要翻了 要翻了 可以了 好了 哇 嘩 其實真的很漂亮 是嗎 真的很漂亮 你看這顆 又是時候煮顏色煮水了 我們幫它變一變身 是 今天要煮的是 黃 金 七 龍 豬 七顆 哦 蛤 很期待 每人的眼線 哦 嘩 好厲害 不知道可以嗎 是甚麼 是星星 即是張 這是甚麼 這是蘿蔔 即是枕 哦 好厲害 好厲害 哦 自製七龍豬 哈哈哈哈 可以了 你成功做了一星豬 我們號召了神龍出來 因為七顆齊了 對 可以了 還沒齊 所以它要回到 我幫你看豬是怎麼擺 好 OK OK 神龍啊 請你出來實現我們一個願望 就是吃完不要肚痛啊 哈哈 你肌肉趕快出來的 哇 哇 讓大家看看 我們先看看 其實煮菜的食物 無論是一個人煮 或者是兩個人煮 甚至是一大班人煮 其實大家只要煮得開心 就會特別好吃 甚麼 你怕油煙味 其實你只要廚藝了得 你只會散發一種味道 是甚麼 就是適合你口味 就能保養一大班人煮 再煮臉 如果大家想回家 感谢观看